跟選舉有關嗎 沒有 跟委員報告 我想在 那為什麼要有樣學樣學換榜樣 你覺得農委會養小編是好榜樣嗎 立委陳一鳴在立元未還 質疑環保署有樣學樣 編列預算養網軍 直接回答我 什麼是新媒體 你告訴我 什麼是新媒體 你當一個署長 你應該對這個計畫要有一些了解 什麼是新媒體 環保署長答不出來 投標須知寫得很清楚 這項標案名稱為 民眾政策溝通及輿情風險管理 總共編列980萬元預算 預算用在成立網路小編專責小組 重點是有必要嗎 不管是外交部 也不過就是100萬的案子 勞動部甚至是 他們自行就是用他們公務員 來處理這些輿情分析 不只環保署遭到藍營立委 質疑養網軍 其實之前立委曾明宗也提報農委會 花了上千萬預算 要用納稅人的錢來搞網軍 職務內容包含 主編 美術影音和極棟 要招募四人以上小組 每個人月薪四萬起跳 預算高達1450萬 不管農委會還是環保署 你所有的媒體置入 跟你的小編的預算 都應該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列出來 而不是用一個模糊的地帶 如果是真的這樣子的話 那要麻煩所有的立委 一定要把這事實全部調查出來 明年所有的預算全部對半砍 否則他會亂用錢 對於外界質疑 環保組長張子晉強調 這筆預算絕對不是要用來養網軍 但立委認為 勞動不是由內部人員 自行上網回應民眾的回題 勞動不能 環保署為什麼不能 還特別編列980萬元的預算 真的難以說服社會大眾 記者陳全白王一仲 台北報導